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傅德洛在美國消費者新聞及商業頻道舉辦的活動中表示 美中兩國這星期將重啟貿易談判,雖然距離趨於樂觀,但美中貿易談判仍然是困難重重 傅德洛表示,美中兩國高層談判代表這星期將通過電話進行會談 而一位美國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及財政部長魯欽,星期二就已經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及商務部長中山系舉行會談 繼續就解決美中貿易爭端進行談判,雙方將著情繼續這些會談 但傅德洛用自己最喜歡的紐約巨人隊美式足球隊是隱喻特朗普政府最終有可能攻虧一怪 他說,這就好像一場的美式足球比賽到達了七碼線,他們可能會到達了七碼線 但他們永遠不會是持球跑入達陣區,當你走到最後的百分之十也就是七碼的時候就很困難 之前,美中之間的貿易談判在五月初破裂,美國指責中國背棄了他們為了滿足美國要求而修改各種法律的承諾 傅德洛說,美國在中國的知識產權盜竊等方面仍然是不滿意 他還說,美國的團隊一次又一次要求改變中國的法律,並在這個點上不斷進行抵制 但中國似乎認為國家安全理事會或政治局能夠頒布相關規定就足夠,這是美國方面不同意 他還說,現時中國的各種權力中心正在推動他們所說的公平和公平的協議 傅德洛明白,但美國和他們的貿易關係非常不平衡 因此在他看上來,美國是希望在很多方面看到補救措施也是糾正措施 MING PAO.TV MING PAO.TV 感谢观看